以排玩族手文为主要设计理念的皮革包 不只充满了现代感 更展现了女性在排玩族文化中代表的生成含义 台东专科学校文化创意设计科 开办八年来培育了许多原住民文创设计人才 排玩族学生潘玉杰、马玉珍所设计的作品、印记 更在今年县府举办的文创设计竞赛中获得了优秀成绩 指导老师王夏满认为东部多元的族群文化 提供学生丰富的创意想象空间 文化其实对一个族群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 那很多东西你有了文化以后 你会觉得它更有意义 那它不是一件生活的用品 而是有意涵 对你来说是有意涵的 除了批个作品能发挥文化创意 木雕、铜器以及玻璃瓶 都能看见学生的创意与巧思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影响 部落的影响还是怎样 就是就每次画画的时候 它的形就是刚好都会出现三角形 就像菱形你看把它切一半 它就是两个分开的三角形 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 其实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 把它刻在玻璃上 不管你是把它当商品也好 当作品也好 你在卖它在贩售它的时候 你有你的故事背景 那你很容易把这些讲出来 去感动人心 因为这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你文化的一部分 你把它带进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件商品来讲 它就不是只有商品本身 融合族群文化元素 提升文创商品价值 校方也希望未来成为 东部文创人才养成中心 鼓励学生从传统的生活智慧中 寻找更多设计创意 原始新闻不计划的办台东市采访报导 我 HQ 有 也可以 好 寻